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日礼物们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吧 首先呢,给大家看一下我收到一个好朋友送我的一支口红 挺期待的,我还没有去试这个颜色 它是Gucci的一支口红 其实我一直知道他们家出口红出了一阵子了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去买 它的颜色呢,是508 Diana Amber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 我今天专门涂了一个就是没什么颜色的口红 所以说我先介绍完这支口红呢 我今天就有纯色啦 一点点小心机好吧 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其实就是这种比较像牛血红的这种颜色 应该是不太会出错的 相信我好朋友的眼光 哇塞,我觉得很好看耶 我从镜子里看,比镜头里看还显白呢 不错不错不错 当然他还跟我说如果我不喜欢这颜色的话呢 可以让我去换一个什么的 没错,这个选的颜色真的特别好 他应该也是做了功课的 谢谢试,超级喜欢 肤色比较深的妹子呢,也可以去试试这个颜色 真的还挺显白的,包装也特别好看耶 下面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给自己买的什么 他们家的首饰是从Issence上买的 我真的是Issence的那个忠实顾客 一个呢就是这一个项链 我觉得它这个项链应该配我今天这个T恤也是特别搭的 戴上去呢就是这样子的 比较粗的这种银链呢配一个比较细的金链子 它是穿在这个银链子里面的 这个项链我比较惊喜的是它的质量还挺好的 我也买了一副耳环 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一个不对称的设计 左边呢是这样有一溜这个钻的 右边呢是就这样子很像 上面放了一个区别针啊 OK我戴好了真的好难戴啊 一下子就会变得有点朋克有没有 感觉这一单呢挺成功的 虽然这个耳环呢有一些塑料感 但这个戴上去真的还挺特别的耶 他们家这个首饰呢卖的还挺火的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 下面呢就给大家看一个包包 这个呢是我另一个世毛巾姐妹送给我的 太好看了 它太会挑东西了 这个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符合我的穿搭 还有我平时的这个风格吧 这也是我第一次 因为我他们家的包包是JWP这个牌子 就一直也没有去买过 我不确定加拿大买的方不方便 那我这次好朋友的这个购物经历呢 是非常的顺利的 所以说如果加拿大小伙伴也喜欢这个牌子的话呢 基本上一百刀上下的这个是不太会被睡的 它虽然不是真皮的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柔软 最近呢我也一直在背这个包特别特别喜欢 谢谢毛 看起来小小的一个 其实还蛮能装的 放了一个钱包 放了一只这个护唇膏 还有一个耳机 其实它放下大size的手机啊 钥匙什么都没问题 车钥匙夹钥匙什么都可以塞进去 这个容量呢日常出门也是都够了的 它这个地方的搭扣呢是这种吸铁石的 就我觉得也非常的解压 每次开这个包的时候 开盒也非常的方便 它作业下包的话呢有一点点的困难 夏天可能这样稍微搭一下还OK 一般的话我都会手提它 搭配西装啊浅色类的服饰 都特别特别的好看 它的这个包装呢也特别的精致 就是这样一个大理石纹的一个盒子 开之后呢防尘袋 大家看 是这样子的 特别特别像Gucci的有没有 我觉得差不多 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吧 是不是还挺像的 就是Gucci这个好像亮一点 觉得他们家的这个整体的感觉 还是挺不错的 它的做工啊 不管是它的这个型 还是说它搭扣的这个开盒 包括好朋友他自己的那一款 那个拉链呢都是非常非常perfect 大家有那种强迫症 就是追求完美的那种妹子呢 又不想花太多的钱呢 我觉得这个品牌的包包呢 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接下来呢 爱马仕的老公送给我的呢 其实呢也是我之前很早就给过 他一个我的wish list 就是大家如果说家里有一个直男老公 或者男朋友的话呢 大家可以就是把自己比较喜欢的单品呢 列一个list给他 他在就是想送礼物的时候 就可以从里面转一些他觉得还不错的 或者说类似的一些款式给他一些方向吧 反正我们俩一直都这样的 不用弯弯绕绕 因为他有时候挑的我真的是不太喜欢 然后又浪费钱的那种感觉 已经开过箱了 这里就是假装开一下箱 我也会插播一个开箱的小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科卡开箱 上脚试一下 大小还可以 一些单据还有一个贺卡 这个颜色呢就是他们家的金棕色嘛 然后我觉得是比我想象的要稍微深那么一丢丢 不过穿上去还是挺好看的 一年四季穿都是非常好看阳气的那种感觉 记住他现在样子之后 那种黑不溜丘的估计被我穿的 在脚上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秀气 很舒服的 我看有很多人来吐槽 可能有点不跟脚什么的 目前呢我在家里试穿了几圈 还没有发现就是什么不舒适 可能需要长时间走一走 才知道跟我自己的脚型合不合适 我发现很多人吐槽 就是说有的人穿不了 是因为脚背太高了 确实这个地方的脚背呢是没那么高的 但是我穿上去的感觉 因为我的脚属于比较偏瘦的 所以我穿上是那种比较刚好的感觉 那下一个 这个呢是爸妈送给我的一个礼物 大家猜猜是什么 这个我还没有打开 可以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这样一个盒子 里面有一个这样的黑盒子 这里面呢就是他们家一个 特别经典的这个笑脸的项链了 这个颜色呢是玫瑰金 因为我那个手环就是玫瑰金的嘛 然后就可以相当于搭配成一套的这样 戴上就是这样子啦 一直特别经典的一个款式嘛 有一点点的就是不那么个性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百搭好看的 就是平常穿一个素T啊什么的 挺日常的 就是大家都买的 其实它还是会有很多优点的 比如说never fall啊 我不太介意和别人撞什么的 觉得这样搭配一下还挺好的 那今天生日礼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今天视频的话呢 欢迎给我一个赞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